那么情智方面春天要求你什么呀 春天呀 古人就要求你呀 生而勿杀 羽而勿夺 赏而勿伐 也就是说该给予的给予 该让他生发的让他生发 不要去遏制他 该奖赏的要奖赏 实际上是让你什么呀 让你情智怎么样呢 比较外露 让你人比较高兴起来 尤其到这夏天 夏天皇帝已经提的更加明显 叫什么呀 使智无怒 使华应成秀 我们说这个怒的产生啊 一般来讲都是迂 先迂而后怒 你怎么才能使智无怒啊 那就是说 你不要郁闷嘛 你想想啊 怎么才能不郁闷呢 让我们人呢 反应及时 不是说遇到这个事啊 我在这儿憋气 我在这儿想 越想越怒 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郁闷 这过程是不要的 有这件事了 我们马上反映出来 思维敏捷 你看这个人 如果遇着事以后 反映即使思维敏捷 我们说是不是 这个人的精神状态 就饱满了 精神状态就很好了 所以古人讲什么 是华英成就 华英就是你的什么 精神状态嘛 成秀 秀就是秀礼 秀美 是这么个意思 春夏之一 要求我们的情感 是要外露的 考虑些问题 应该多考虑 所以古人也在讲嘛 一年之际在于春嘛 你要搞好这年的计划嘛 你要多思考 而且该外露的情志 要外露 不要深藏在里 这是不好的 这才是顺境春夏 好